台东警分局发现了一名年轻女子时长和不同男子进出旅馆 怀疑案情不单纯进而追踪女子并且发现 这名女子她已经沦为卖淫集团的目标 根据警方表示女子被集团收留之后被喂毒并且强迫卖淫 随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并且把潘姓男子等世人卖淫集团给逮捕到案 台东警察分局破获了一起卖淫集团的案件 根据警方表示有同仁发现一名年轻女子时长跟不同的男子进出旅馆 进而追踪才发现这名女子变成了卖淫集团的目标 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跟监以及调查 调查出集团发现女子调家后没有地方去 便假装关心女子来收留她再灌输从事性交易的观念 警方不完线后随即将卖淫集团围捕并将四人逮捕到案 警方呼吁家长暑假期间要多关心青少年的身心状态 也要注意孩子在外的行踪 避免接触到违法分子 记者蔡丞翰台东市报道